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 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在2021年年底的八卦连连看 竟然还没有结束 最新的华尔街焦点关注李静磊最新回应 一锤定音以及霍尊陈露 先来说霍尊陈露 最新消息霍尊前女友陈露被抓了 理由是涉嫌 悄渣勒索 根据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 此前歌手霍尊与前女友陈露的纠纷 引发社会关注 根据媒体报道 霍尊与家人已经于2021年的8月下旬 向上海警方报案 北京时间的12月23日下午 有媒体从上海市公安局徐会分局获悉 因陈露涉嫌敲诈勒索 以于北京时间的12月22日 对陈露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 而对此霍尊回应媒体 称会耐心等待法律 还自己一个公证 另一方面 一些媒体联系不上陈露 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而陈露的父亲则对媒体回应称不需要 取保候审并不代表陈露 没事了被放出来了 取保候审只是意味着警方判断不羁押陈露 再致社会危险的可能性不大 允许其再交了保证金 或者提交保证人之后 在一定期限内随传随到 王力宏 李静磊和同利亚 深海雄的八卦一出 其爆炸力无人能及 但在2021年的夏天 霍尊陈露的情感纠纷 则是公众舆论最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今年的8月8日 一个名叫梦游岛陈露的账号 突然在微博官宣了他和霍尊的恋情 但直到8月10日 霍尊都没有回应 最终 单方面宣布恋情的陈露 以一篇名为 一个普通女孩的七年的文章 席卷微博控诉霍尊 陈露在这个微博长文中表示 自己2012年开始与霍尊在一起 陪伴他从默默无闻到小有名气 双方一度互见父母谈婚论嫁 但霍尊从未公开承认过恋情 甚至2017年被桌伟和网友拍到之后 在陈露遭受网络暴力的情况下 霍尊还要求两人互相取关 以做演示 陈露自述为了这段感情 他在事业上升期选择离职 去开工作室以增加收入 为了让他可以轻松一点 压力不用那么大 他在常文中表示 自己穿着淘宝上300多元的衣服 给霍尊买能匹配其一人身份的衣服 手表 九年来 他在霍尊身上花费超过两三百万元 随后霍尊宣布退出演艺圈 不过随着诸多细节的曝光 陈露在分手之后敲诈霍尊 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元人民币 特别是陈露 王蒙一次与霍尊谈判的监控视频 被曝光之后 情况有所翻转 目前这篇一个普通女孩的九年 目前已被设置为不可见 霍尊被女友陈露曝光 其出轨和打尺度的聊天记录之后 引发了网络热议 在北京时间的8月14日 霍尊通过工作室发长文回应事件经过 并宣布退出演艺界 文章在开头表示 请伤害到此为止吧 并称 这次的风波波及面太广 有的朋友已经崩溃 有的人失去工作 有的朋友也有了亲生念头 包括自己的母亲也陷入严重抑郁 已经住院 霍尊表示 希望大家将责骂和不满都发泄到自己身上 霍尊随后也讲述了自己和陈露 相恋的经过 对于陈露曝光的大尺度聊天记录 他解释到 这个被网友称为 户上情欲流的群 原本群名是户上情欲流 是他拉的讨论艺术的群 但男人的不堪习惯 让大家有时也聊到性 因为群里的人都比自己年纪大 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没经验 所以故意把自己武装的见识多广 霍尊并表示 以自己谨慎的健康发誓 在和陈露分手之前 自己恪守复道 性经验也只有他一个人 最初的唯一的一个 文章还提到 自己与陈露分手时表示 此前为陈露伸张正义的王蒙 是他的新闺蜜 他们来到自己的公司签下条约 并陆续打了58万 对于大家都关心的各种古真经 琵琶经 霍尊解释称 自己和陈露此前对玩乐器的人 包括男生都称为笛子经 他最后表示 希望伤害 到此为止 不要再伤及无辜 所有的责任自己来扛 在今年8月 霍尊宣布退出演艺界时 细心的网友 依然在追寻一切可以八卦的线索 陈露的一路爆料中 他的闺蜜王蒙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蒙是上海的一个车模 本来和陈露毫无关系 不过作为模特 他需要经常训练形体 今年2月份 他发现陈露开办的这个舞蹈工作室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舞蹈的私教 陈露和霍尊事件曝光之后 陈露的闺蜜王蒙也被更多人发现 但两人的合影画风太过亲密 引起了网友的质疑 从穿衣打扮来看 两人的合影次数不在少数 且举止都十分亲密 不是陈露手挽着王蒙 便是两人互相搀扶 在2021年4月份的时候 王蒙还突发奇想让陈露陪他去试婚纱 据悉 在试婚纱时 陈露忍不住失声痛哭 王蒙还给他擦眼泪 并将霍尊的感情合盘拖出 一个月之后 陈露拿到了霍尊的聊天记录 便去找霍尊索要900万 并称银行卡里有多少都要转给他 之后王蒙陪着陈露去霍尊公司 签了要付900万的协议 霍尊朋友觉得陈露好像受人蛊惑在敲诈 便请律师告诉陈露 这是乔杂勒索 让陈露赶快停止要钱 陈露的内心受到惊吓 又跑去王蒙家里 王蒙则直接带着陈露去报警 去投诉律师 然后便有了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一幕 接着霍尊退出了演艺界 有人觉得他和陈露虽然相识不久 但王蒙频频为其发声 始终伴随在他左右 无疑是真心的好姐妹 也有人觉得从王蒙的穿衣打扮 便能看出他是个狠人 而且王蒙是在认识他之后 才有了这一系列的举动 很难让人不去怀疑 不管如何 王蒙似乎都在此事件中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这一次陈露音涉嫌敲扎勒索 被拘捕 对此王蒙目前只在社交媒体上 发了和和二字 引人瑕疵 再回过头来关注王林红和李静磊 李静磊又发声明了 似乎想一锤定音 李静磊的最新发文 希望终结纠纷 澄清自己不为钱 李静磊的贴文原文如下 希望这封信能够真正的为 持续燃烧的纷纷扰扰画下一个据点 让大家都能回归平静的生活 有些网友质疑 为什么不私下解决 要对三个孩子的爸爸这么狠 如果有别的方式 没有人会愿意选择这样的方式 其实要不是我有三个孩子 面对这样令人无助又心碎的事情 真的很难活着走到今天 私下我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 即使到了今天 无论公开或私下 我都是没有得到一句真诚的道歉 所有问题很遗憾的还是依然被归咎于我的问题 但没关系 也许真的需要时间的沉淀 道歉很重要吗 为什么要为了道歉 而让事情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的 道歉很重要 因为人如果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的错误 一直把自己的错误归咎于他人 就不会愿意悔改 也不会愿意改正 我对王力宏没有丝毫的怨恨 只有祝福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让我们的孩子能有身心健康的父亲 和健全的成长环境 所以请不要再拿孩子来对我的情绪勒索 和道德绑架 李静磊的这段回应 或许是直接针对网络上以账号 烧伤超人阿宝为主的言论 这个账号认为 王力宏的老婆大概这辈子没法再嫁人 要带着王力宏的三个孩子过一辈子了 继续来看李静磊的原文 李静磊在最新发布中还称 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父母 孩子需要的是诚实可信赖 且遇到问题能够勇敢面对 且改正的父母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也没有不会犯错的人 如果父母伪装完美 孩子也会以为自己的不完美是个缺陷 很多知道父母不完美 或是做过错事的孩子 仍然可以有健全的身心 和父母也可以持续保有亲密的亲子关系 社会上也有很多正面的例子 我不应该要为了袒护王力宏 继续隐忍他和亲友对我持续的霸凌和诋毁 宁愿选择承受孩子们对母亲的误解 孩子们慢慢长大了 会听到会看到 在这样的家庭成长 会是为孩子们带来最大的伤害 如果在这样的家庭成长 只会有两种结果 一 相信亲友的诋毁而怨恨母亲 二 感同身受母亲所承受的一切 因为想要保护母亲 而和父亲和亲友对立 甚至有些孩子到了最后 还会因此上了社会新闻 这两种结果都是我不乐见的 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软弱 而让现在的一切变成孩子以后 要代替我面对 或因此必须假面地 活在一个和谐的家庭 但实际上需长期遭受或目睹 经历充满矛盾 霸凌 冷暴力的家庭关系 我希望为孩子争取到一个健全的家庭 你说这么多 说到底就是为了钱 所以房子拿到就不高了 对吗 李静磊也回应称 其实我一直都不希望 要迫于无奈地对他提出告诉 更不希望需要对一个 八十几岁的老人提告 我也认为通过我前一封信的回复 也解除了大家很大一部分的疑虑 最主要是因为他愿意道歉了 无论是怎样的道歉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的目的一直就是为了 我和我的孩子们和社会 能有不一样的未来而已 关于房子的赠予 我是不会接受的 所以你们也不用再拿这件事 来曲解我的用意 从头到尾 就不是为了要钱 也不是为了报复 我相信司法 所以我和孩子们法律上 理应拥有的合理财产分配 相信会透过司法 有公平的结果 三 对于无辜被牵扯进来的人 很抱歉 对于这次事件的相关人 无论是谁 都已经为此事付出很多代价 希望从今天开始 我们大家都能回归平静的生活 各自安好 不要再有任何网络上的谩骂 或霸凌事件的发生 媒体朋友们和网友们都辛苦了 打扰你们的生活也很抱歉 这件事情希望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愿我们都能抚平内心的伤痛 岁月静豪 成为我们希望看到的改变 不知道李静磊的这则发文 是否会是王力宏李静磊 离婚闹剧中 李静磊方面回应的句号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